按鈕給修改一下 就是這個按鈕也許對應的話就烤瓶嘛 一個是清除 然後做完之後其實你會按下去 感覺 還蠻快的切過去都清光光了 OK然後呢再把烤瓶成績再做過 快速的 最後好像少一個slide過我看slide 最後好像這邊最後還要再加一行 把它切回來切到第一個 OK把這個再切回來不然的話助理 等一下這裡不動應該就切回來吧OK 清除 OK然後烤瓶 就切回來裡面資料就全部都做完了 這樣感覺其實還蠻好的因為有些時候你就不用 事情 一樣的事情就不要一直重複做這些省掉很多時間 這樣的好處就是將來你事情 永遠會做的比較快 OK然後呢當然你會多出很多時間出來你才有辦法去 很輕鬆的做你想做的是泡杯咖啡 或者跟同事聊天比較沒有壓力 OK 真的是實際上發生的情況 因為在因為我一個教蠻多業界的學生 他們就是這樣 剛開始都用突發燃瓶 很浪費時間 學會這個之後的話發現 突然發現工作可以這麼從容 可以這麼愜意 可以發現 原來 時間可以這麼多 OK 接下來他們要思考什麼 思考下一個問題說 再來我是不是要再找更好的 再更進階一點的工作 OK 所以 其實很多 這個學完這些技術之後的話 他們的 未來發展 其實 都會 相對 我是覺得 有一個成長的空間 但如果你只是會一些 可能突發燃瓶的方法的話 說真的 第一個 你做事的 效率很差 第二個呢 你們老闆也會很嫌棄 因為奇怪你怎麼做事都比人家慢很多 人家都已經做完 拿給交給我了 然後你還在慢慢在摸摸摸 到底你是 會還是不會 會被質疑啦 當然你 每天被人家唸 被人家罵 你當然心情一定不會很好 有些 有些公司 有些主管 有些老闆 真的 不是很 不是吃素的 不像 不像你們在學校老師 這麼多溫和 對不對 教導上老師都還蠻溫和的 你在職場上面 直接 我還聽過 有學生說 他們的主管還會罵三字經的 你想說怎麼就沒水 沒辦法 你領下薪水 而且他說 他還 不能再當眾哭 還私下默默的 偷偷的哭 OK 還是要把眼淚擦乾 繼續還要回到職場 為什麼 因為要領下薪水 他沒有辦法沒有這個薪水 只能夠冷氣吞聲 那 這很 這當然相對的是 不是很好啦 如果說他 能夠把事情處理很快速 得到主管的獎賞 然後未來還有更多的機會 不是很好嗎 正向的循環 OK 所以為什麼學校會希望 開這樣的課程 其實是 我覺得是還蠻有道理的 OK 那 請問各位參考 再來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部分 還沒完成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方法 把這個改成200 好像 其實這還蠻取巧的 我覺得這個方法 也未嘗不可 如果程式 沒有問題 也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這也是一種方法之一 因為其實我還 蠻常 用這樣的方式 先把眼前的問題解決 然後再去想說 有沒有一勞永逸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OK 所以後來我想到 其實這個數字 應該是跟什麼數字有關 應該跟這個數字有關 也就是說 我們將來 鑄鑽有沒有 它為什麼是40 其實你可以從A3 Ctrl向下 追蹤到是40 如果是0組的話 從A3向下追蹤的話 Ctrl向下 那就是101 也就是每一個 工作表 向下追蹤的那個數字 剛好 就會是 哪一個數字呢 這個數字 所以 其實這邊程式 可以怎麼改 第一個 請各位可以在 這個 這個上面 改一個 上面 For I的回圈上面加一個 多一個變數叫R好了 R等於什麼 R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什麼 向下追蹤到的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如果是 鑄鑽是40 如果是0組是101 如果辦事員可能又是其他數字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注意到到的後面 請你把它 改成R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向下追蹤到我就把它放在R 然後再把R這個數字放到這裡 那 再來的話呢 因為這個R的數字 跟這個M 這個錢的符號200 這個數字 是 一樣的 所以我必須把這個200把它delete掉 那特別注意 我希望把這個R的變數 放到哪裏呢 放到200的這個文字 你會看前面文字有沒有 文字就雙引號開頭 雙引號結束 那你如果把變數放到一個文字裡面的話 方法該怎麼放 還記得吧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一個口訣 什麼口訣呢 1 先把200 找到 選取 2的話呢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那之前是加一個I啦 不過現在加什麼 加個R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前後呢 把and前後空白 好 這樣的話呢 乘4 就 大功告成 也就是說 把原來的200 有沒有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這樣子 應該懂這個意思吧 這個數字剛好就是 可以直接的 向下追蹤到 然後丟到這邊來 這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樣寫完 我是覺得這個寫法 是相對的比較一勞容易 因為是正確的 總共的列數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OK 那一樣我這邊 因為如果不確定的話 我這邊是個中斷點 讓他跑一下 先切到第一個 然後R的話現在是40 沒錯 所以呢他基本上就跑到40為止 我先把這邊資料先清空好了 OK 先把這個資料全部清除掉 好 全部清除 然後呢 我在這邊是個中斷點 程式停在這裡喔 因為我不確定說這個R是不是我要的結果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 油標放這邊 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R 第一個是40 跑跑看 OK 切到第二個 我們先切回到那個 助磚看看 沒錯這邊都40 這邊就40了 那再來的話 數穿 一不一樣 我們一樣按LV8 看一下這裡面 R 101 也就是說 101放到這邊的話呢 應該就是 切過來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101 從這邊看一下 對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就會是101了 那也就是說呢 他會剛剛好 反正你有幾列 他就追蹤到哪一列 那這樣的話呢 每一個 再來的話就是 把半四元 那半四元呢 的R是多少 我們看一下 65 所以底下就65 那一次類推 後面的話呢 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他全部跑一遍 這樣來看一下 那半四元切過來 65沒錯 助理員 多少 22 所以你會發現 也就是說呢 其他的所有數字 剛剛是都200了 現在的話呢 變成每一個 他都按照什麼 按照他底下有多少列 就給多少的數字 最大的 不一樣 關鍵地方 特別說我再把重點跟各位講 1 把原來向下追蹤這個地方 本來是上面這一行 把它放到 上面之後的話 丟給一個變數 叫R 意思說把 數字 先 存在R這個變數裡面 再分別 分 給 這個地方用 還有這個地方用 那這個地方本來是200 把它改成 R這個變數 OK 應該可以看懂 我的寫法吧 這個好像 我們前面也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基本上 今天 這個 題目就做完了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期末考試 考到這一題的話 請你就把 那兩個按鈕給做出來 就得分了 不過你會發現 下學期 總不能比上學期簡單 那下學期 當然多了什麼 就切換工作表 你會發現裡面東西 是基本上一樣的啦 只有切換工作表 不太一樣 OK 試試看 畫面 先 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些題目基本上也不是說 特別要 考 把各位給難倒 就是基本上主要是 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如果你將來 希望 很有效率的做事情的話 真的要用對方 因為像昨天那個 總統就職 他也提到 為什麼台灣的 這個團隊 會有 在 有這麼好的表現 其實背後的話 有很大一個因素 跟資訊有關係 所以未來 台灣會在資訊 這部分 好像會創一個新的部吧 可能數位 創新應用的 一個 一個部門 這一次的話 像唐鳳 也 也算是出了名的 國外也都蠻知道說 我們有 一個 像唐鳳 這樣的人物 他在 這個 資訊上面 做了很大的貢獻 OK 那 請各位先把 這個 剛剛這一題 向下追蹤的部分完成 那這一題就把它存檔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 上個禮拜 的部分 再延伸多一個 所謂的 多 工作 表 的這個 切換應用 OK 所以 試試試看 把這份完成 做得更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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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